概念就是從一個縱向的一個縱向一欄 把它分成 橫向的四欄也就是縱向一變成四 一分四 OK 那當然未來其實還會有一種需求 就是說要再把四怎麼樣 合併成一啦 所以有時候其實就分分合或者一變二 等於就是說呢 常常會需要做一些統計分析 資料的時候會需要 經常把資料做一些移動的這個需求 當然如果你可以快速的轉移資料位置的話 那當然這個問題就簡單 如果你不行就變成突發鏈光 突發鏈光其實非常 浪費時間OK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還沒解決 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就是 裡面的話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在 資料的前面有所謂的路子時間冒號還有什麼姓名冒號 還有功耗 這些的話呢 我都需要把它刪除的話 那要怎麼樣快速的刪除 方法當然 不止一個啦OK 只是說想出來的到底哪一個比較簡單 是值得去思考的 那當然有幾個 思考的方向 當我最早想到的是說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之前用過的一個函數 叫做fine 你們還記得這個fine嗎 這個fine fine冒號的位置有沒有 然後呢把這個冒號位置知道之後的話 那後面這些字就是我要的 那不也可以嗎 對不對 所以fine 是可以 用上的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如果不用fine 有沒有更簡單的 後來我又想了另外一個方法 我想說 路子時間跟上面這個 剛好有沒有 是 有一個共通性 你就上面欄位名稱 剛好跟前面的字數有沒有 剛好是多一個冒號而已 所以這邊是四個字 這邊五個字 所以相差一個字而已 那我只要知道什麼 上面這 裡面有幾個字 裡面有幾個字 我們可以用哪個函數 還記得吧 LEN有沒有 所以我如果用LEN 刮弧 給他這個位置 那我就知道 這裡面有四個字 那我就把 4加 一個字 再加一個字 就是這個 所以呢 就是 從這個字 從第六個字開始 我把後面的全部的字 全部都取得就好了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我發現 用LEN 好像會比FINE來的簡單 不過用FINE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那只是說 我要怎麼樣 可以快速的把這些全部完成 首先 請各位注意 把這個得到的結果 的公式 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所以你選取這個公式 選完按減下 第二步的話 我們用剛剛的方法 剛剛用什麼 算上面這個 欄位名稱的長度 加兩個字 這個的下 下兩個 就是他的這個字的下一個 這個下一個 然後把 資料取得 所以 把它減下公式 插入函數 我們用哪一個呢 前面也用過了 用那個 MID 用這個函數 MID的話是切割函數 MID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跟我要 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是你的資料在哪裡 那就是我剛剛減下來的公式 所以剛剛減下公式直接貼到TEST裡面 你會發現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文字 OK 第二個問題是 你要從哪個字開始取 OK 哪個字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字的長度 這個字裡面有幾 這個 上面 我們可以用LEN 所以前面有講LEN 錢刮斧 LEN的話 是算 哪一個儲存格 那給他 D1 這個儲存格 然後呢 把它 扣刮斧一下 OK 他就幫我算完之後 喔 算完之後裡面有四個字 有沒有 所以呢 他就會從 1234 那如果從第四個字取的話 會變成這樣子 尖冒號 有沒有 然後 後面這些 可是我要的是什麼 這個尖不要 這個貓號也不要 所以特別注意這邊要加多少 對呀加2 後面兩個字 等於第六個字開始 然後再來的話後面要幾個字呢 2005嘛 然後0615 8個加兩個減號 10個字 那不過會有個問題啊 如果你給10個字的話 那之後會不會有更多的 不過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你擔心後面 它的長度可能會更多的話 那我的習慣喔 就是會直接輸入一個什麼 99 你想說99 滿屋裡頭的 怎麼會99 這邊怎麼看都不是99 意思就是說啦 如果呢 我確定說 後面的全部資料 我都要的話 他後面沒有 我不要的 那我就輸入一個 比較大的數字 這意思說後面的反正呢 他只要超過 這個長度的話呢 那他只會取得 就是他有的 資料數量 比如說10個字 那你輸入99 那這個時候的話 他也會 取10個字而已 OK因為你沒有 沒有其他字嘛 所以這邊的話 習慣是輸入一個99 OK 但是呢 你這個時候 待會兒按確定的時候呢 我們會需要什麼 向右 再向下 但是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右 你看這個OK 向右 應該OK了 但是向下應該會不OK 為什麼向下不OK呢 哇 怎麼亂掉了 但是內部 內部電話好像OK啦 其他的欄位好像不OK 感受自己一下 那為什麼 這邊會不OK呢 向下填滿一下 其實主要原因應該出在哪裡呢 你會發現喔 這個位置是第1對不對 向下一個的話呢 他變成什麼 第2了 也就是說呢 他向下 因為我們是要根據上面的藍位名稱啦 所以喔 假如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向下填滿不要錯誤的話 那你需要再多加一個錢的符號 應該要加在哪裡呢 向下喔 因為我等下向右的 向下呢 不要加1啊 所以不要加1的話呢 其實主要什麼 請你加在第1的 1的前面有沒有 這個地方喔 把他加一個錢的符號 OK 好 那你想說 啊 老師那d前面要不要加 OK d前面要加嗎 其實不能加喔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向右拉的向右填滿的時候 如果你在第1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的話 那你你向右的時候 變成說所有姓名呢 他也會指到第1喔 第1四個字 他變流洋和 可能前面流洋就不見 勝和 因為這邊 應該要指到這裡啦 可是你卻指到這裡 應該是兩個字 結果你變四個字 那變多扣兩個字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重要 只要在1的前面 加上錢的符號就OK了 所以特別重要 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大功告成 向右 向下 OK 好 全部 就搞定了 那完成之後一樣喔 再把d 到g欄 選起來 在他們中間任何一條欄位的線上點兩下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 很順利的 把 這邊的b欄資料 把它做 轉移到 那個d到g欄的動作 OK 重點回顧一下 我們剛剛做的動作 幾個比較重點 第一個的話呢 你就先把什麼 裡面的公式剪下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上面就可以 所以index 剛剛這一段 OK 然後這邊會顯示說 你的那個文字 然後我們針對上面這個 去算幾個字加2就可以了 然後 後面加99 那記得在第1的前面加個錢的符號 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呢 就 完成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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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